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榜样就是顺服 圣经里面常常讲到 许多有关于顺服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生命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带来祝福 一个是信 信靠 另外一个就是顺服 信靠 顺服 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蒙福 很大的关键 但是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 其实人常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意味着 那是一个威权 上帝是很权威的 他规定我怎么样 我就得怎么样 你就得听话 你听话我就祝福你 你不听话我就修理你 你就倒霉 其实不是耶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就是上帝要他说什么 他就去说 可是上帝要他说什么 说什么呢 我读给你听 他说我知道 神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照着祂的话去做 是因为我相信 祂要我去做的事情 是一个给我带来祝福的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你看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恩典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 是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像我们这样一个信祂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福音 你知道这一段经文 耶稣告诉我们说 祂知道上帝的命令 是要带我们进到那个最大的祝福里面 祂的命令不是一个威权 祂的命令不是 你不可以挑战我 如果你挑战我 我就修理你 不 祂的命令是一个爱和恩典 因为祂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像我们做一个父亲 我常常觉得 当我自己做了爸爸之后 我真的比较能够体会一点点 圣经为什么老是用 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来形容神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称他为天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天父 我自己做了父亲 我真的能够体会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太会分辨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但是做父母亲 有的时候会规定他们 不可以 你不可以一直看电视 不可以一直上手机 你一直这样递递递看 因为我知道 他这样一直这样 一直看着那个手机 然后有一天 他的眼睛就会闪光点 我眼睛会被弄坏 可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听不懂 他可能只觉得说 你为什么我很喜欢玩 你就是不让我玩 你好 你好阿爸 你很威权 其实不是 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因为让一个 还不懂得怎么分辨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的孩子 能够做一个对的决定 而我们也必须承认 很多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就是那个孩子 即便我已经六十几岁了 承认我就是个孩子 很多的时候 不是好歹 我搞不太清楚什么事 我总觉得 上帝你怎么那么凶 你要规定那个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说顺服 另外一个是信信号 相信什么呢 相信神的每一个命令 是带着祝福的 是要带我们进到 祂的恩典和祝福里的 一开始我们说 每一天活在神的爱 和恩典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 明明知道神的心是什么 我们偏偏要走到 别的地方去 那就是我们自己选择 走出神的爱 和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